最近抗争的新闻时有所闻 因为充满谩骂 打架 所以让人觉得看了很不开心 其实换个方式也能传达反对的立场 许多热爱大自然的艺人与环保人士 因为反对台东美丽湾度假村BOT案 因此选在7月28号站出来 在台东山源海岸举行一场不差点音乐会 除了邀请大家一起来享受这场音乐盛会 也希望能够共同守护台湾最后一块净土 喜爱大自然的菲儿缓缓唱出美丽岛之歌 希望借由自己的歌声一起维护美丽的东海岸 更有许多艺人挺身而出为山源海岸发声 不要把台东当成一个城市 而是当作是我们同样的土地 去看一看台湾其实有多少地方不需要开发案 其实更需要的是政府政策的维护 现在你一定要盖房子 我们不是要盖房子这是非常非常旧的事 备受争议的台东美丽湾度假村BOT案 原本判决开发违法 但是台东县政府6月再度做出环评决议 因此引起民间团体反弹 这种民间团体我们的看法是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 因为环境想评估应该是在 房子盖之前所做的一个评估 在决定要不要盖 怎么可能会是在一个大维建盖了以后 我们再来补做这个程序来让它合法化 大伙手拉着手横唱着歌 想像踏在美丽的沙滩上 他们用行动爱台湾邀请民众 参与728沙滩音乐盛会 一同维护东海岸 联合影音李章瑞轩引得宇高许言台北报导